在今年年底會結束整個賣債計劃 至於明年初或明年底還是2016年才開自加息 他認為要取決於經濟前景 其中很大部分是通脹前景 需要通脹率大大接近百分之二 儲告目標水平 聯儲局才會考慮開自加息 奧倫斯又說第一季美國經濟收縮 是受到包括天氣和庫存的一次性因素衝擊 不過預計第二、第三和第四季度 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 終會分別達到約3% 作為聯儲局重要通脹參考的 4月核心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 今年升1.4% 是去年3月以來最大升幅